日用天良 月年 上年期第28週星期三 保禄中途至加拉達人書 五章十八至二十五節 弟兄們 如果你們隨聖神的引渡 就不在法律權下 本性私欲的作為是顯而易見的 即淫亂 不結 放蕩 崇拜偶像 施行邪法 仇恨 競爭 質度 憤怒 爭吵 不目 分黨 盜恨 兇殺 罪走 言樂 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事 我以前勸誡過你們 如今再說一次 做這種事的人 決不能承受天主的國 然而聖神的效果卻是 仁愛 喜樂 平安 忍耐 良善 溫和 忠信 柔和 節制 關於這樣的事 並沒有法律禁止 凡屬於耶穌基督的人 以把肉身和私肉篇情釘在十字架上了 如果我們因聖神生活 就應隨從聖神的引導而行事 答唱詠 聖詠 一篇一至四節 六節 凡不隨從惡人的計謀 不插足於罪人的道路 不參與譏諷者的職位 而專心愛好上主法律的 和就耶穆斯上主界明的 將這樣的人才是有福的 他象值在稽本的樹 準時結果 知而不敷 所作所為 隨心所欲 博人卻不如此 絕不如此 他們象被風吹散的康彼 因上主想適宜人的行徑 惡人的行徑必至吹沉淪 《勞家福音》 十一章四十二至四十六節 《那時候 耶穌向法利賽人說 和哉 你們法利賽人》 《因為你們法利賽人》 《因為你們在會堂裡愛座上座 在街市上愛受人致敬》 《和哉 你們》 《因為你們就如同不顯露的墳墓 人在上面走過 也不知道》 有一個法學士回答耶穌說 師父 你說這些話 連我們也侮辱了 耶穌說 和哉 你們這些法學士 《因為你們家給人不堪負荷的重淡 而你們自己對這重淡 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一下》 《未耳朵的重淡》 《輯朵夢之不堪負荷的重淡》 《陰裳的重淡》 《面對社舍出品》 《余朴的重淡 而被洪負荷的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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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